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截止到昨晚我都没什么灵感 让一个汽油版5系车主来试一辆一两百万的纯电跑车 再高谈阔论一番 太难了 当然我也没什么顾虑 因为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人已经狠狠地夸过他 一个理论上买得起航母的人说他酷 那他一定是真的酷 来之前我复习了自己拍过的所有保时捷势车 997,991,992,3代911 4.0TV8的Panamera Macan S,Cayenne的酷佩全是汽油的 今天这辆纯电就像我带的苹果手表 虽然能模拟很多种不同款式的机械表盘 但是你知道这表盘下面的东西 这机械表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一个电动车的名字里为什么要有Turbo 这个问题有一点不解风情了 就像鱼箱肉丝没有电动跑车肯定也是没有涡轮的 这里的Turbo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承诺 是保时捷关于驾驶的承诺 TICOM Turbo S 761马力 1050牛米 官方领版只要2秒8 要知道轻得多的911 Turbo S也才2秒7 最关键的是电动车 它的电门响应实在是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清电一下马上就来 你的脑子还在40 50 60 你的身体已经到了100 100之后的加速能力依然极其彪悍 你的思绪 你的身体都没有到120 这车自己先到了120 科技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 我们的大脑真的有点反应不过来 仅仅快是不够的 它的底盘依然保持节 甚至颠簸的震动和反馈上来的声音都很熟悉 TICOM的宽体套件让它车尾看上去很宽大 就像一个变形金刚蹲在地上 站起来就是一台卡燕 但其实它比卡燕要宽 比Panamera也宽 但是转向的手感很灵活 很紧致 电门很跟脚很轻化 只要开上几个弯道 你就会察觉到这仍然是一台标准的保持 它甚至可以模拟出降挡的轻微顿挫和五油的声音 总之开上这辆车在驾驶方面 你不会有任何的抱怨 说到声音这台车还有一个功能 叫电子跑车音效 我在想应该怎么断句 电子跑车音效还是电子跑车音效 但是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这个声音本身 它不是内燃机的跑车的声音 它是一种来自科幻电影的飞行器一样的声音 我觉得工程师是在用这样一个细节提醒你 我并不想通过模拟内燃机的声音 让你怀念过去 我一定要用一个现在不存在的声音 带着你主动的走进未来 我们熟悉内燃机的轰鸣和速度的快感 其实也才几十年的时间 听到这个声音会让我想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下一代 面对的会是怎么样的汽车 可能我们真的是站在一个转折点上 一个把速度和轰鸣完全拆分开来的转折点 保时捷一直以非常丰富的各种需求 选装件著称 但是我们拿到这台TICON施压车真的是相当克制了 很好看的火山灰金属漆不用额外加钱 漂亮的车灯也不用额外加钱 整个外观你能看到的需要额外选装的部件只有两个 一个是折叠后视镜2800块人民币 然后这款轮圈11000人民币 车内很漂亮的红色内饰也不用额外加钱 但是它选装了一个波尔多红的安全带4500块人民币 还有4万多的柏林直升音响 总之相对于我们脑海当中 以前那种动辄几十万人民币的选装 这台TICON施压车真的是相当的低调 这是一台四座的跑车有专门的后排 空间不太大 但是跟911比的话算得上奢侈了 头顶还有一个巨大的玻璃天幕 据说可以隔绝掉接近百分之百的紫外线 所以看星星还是看太阳看你选 理论上这辆车已经启动了 但是没有震动也没有空明 我被很多块屏幕包围着 横屏 竖屏 还有阳气到爆的曲面屏 五颜六色的灯光秀 红色的真皮 黑色的缝线 整个车厢氛围一片宁静响和 我老感觉它只是通电了而已 但其实 哎 动了 我们摄像老师说 我一脚电门下去 它多年的血栓都通了 像这种听起来阳气 看起来帅气 开起来解气 还不排放尾气的产品 注定是少数人的享受 小两百万买台车 那是有钱 买台电车 是真有钱 有钱人的乐趣我们想象不到 还好今天我够幸运 可以亲身体验到 确实枯燥 感谢收看今天的老司机试车 我是老虎 下次再聊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